两者收股息8月22日星期四上午4.59分 达资导致也有得升 除了苹果、微软、Meta 这些7红股也有得升 因为达到128元 它会反复试130元 试穿了或者有好一点的走势 都是上落上落 大家记不记得去年开这些Jackson Hole的会议的时候 鲍威尔就放好鹰的言论 鹰到神点或者不惜打沉经济 就要加息去控制通胀 大家记得记得 记忆游身之后就一直跌 香港的股票跌到4月的时候 才有点转机走上去 香港的股市 我以为它跌多一点 但还是跌120点 那么松一点 其中有个叫京东 先看看京东 京东在美国也不是跌那么多 开头跌7%、6% 现在京东跌了4% 那京东有什么好害怕呢? 大老板卖股 但是之前他的业绩说 好好好 卖高了 现在跌回来 又说去大老板 就是大持股公司 Walmart去卖股 他都卖了 你还怕来干什么呢? 卖了才卖给你听 是不是? 有很多人说炒股 又没有波幅的 京东这么好波幅给你玩 你以为你能赚不赚到钱呢? 搬住到区 也可能昨天会买了 下跌10% 为什么不买呢? 所以今天你试一下钓鱼 现在还没开始 你钓鱼钓就低一点的价 我相信很快收补回这10% 看常理嘛 是不是? 卖了那边怕来干什么呢? 在你不知不觉之间 被人卖了股 那你还波动来干什么呢? 炒波幅而已 我想 是不是? 不用怕啊 这股 不是说它好 只是说 你找个借口来炒低10% 是不是? 是不是合常理呢? 好 但是不要说这些 打压一下这些机会 如果你昨天看到这些 不然我又不喜欢这类股 就是这个意思 以科技股来说 有人买腾讯 早上360多元 立刻去分360多 去分370多 腾讯 说它好啊 怎么怎么怎么 其实最好是一只阿里 这个这样的 一两分钟的时候 哇 很厉害很厉害 但是在那里跌 接着呢 就会跌回一些 那你要在这一两分钟那里做到事 把握到啊 钓鱼钓到啊 那才有得说 是不是? 反而那只9988呢 真是去到38元 去到78元 之后就很硬 走回到79-9.5元 接近80元 反而呢 如果走势的硬度来说 我觉得阿里巴巴是给这个腾讯休成的 在昨天这个市场的话 基本上是由头上升到尾的 就可以关注了 即是京东你可以钓鱼钓的低价 如果钓到的话 就是 你有签债的几率是很高的 阿里啊 阿里 即是如果有 又见到有些这样的低开的情况呢 就 你想买一只增长股 还有有少少太息增加的憧憬呢 就是这只 啊 11月 我估计有中期息收的 好了 说完科技了 那些小车股不要搞它了 即是不要碰它 直接当它不适而投资啊 那些股 即是一年又是这样 两年又是这样 年初至今又是这么差 那些为少你那些呢 即是你投别的 那么容易给你选啊 腾讯 阿里 京东 这些这么好选 你都不 其实不要理别的了 真是 经常跑赢这个科技的呢 就是比亚迪 一比亚迪 这些股 即是升少少了 1211比亚迪 还有这个992联想 联想现在这些位置都挺好投的 即是不是说它有什么爆声 有什么 即是令人 惊目 即是量力的 业绩 即不是说那些 它是长期 跑赢科技 还有长期有色派的 现在去到4厘 就是这两只啦 121 和这个992 科技里面 就是你 走势是比其他股好 那另外 阿里 腾讯 京东 这些呢 就是可以 还低呢 就可以留意一下 这样啦 但是我觉得始终 都是在这些 有息收的板块里面 找机会啦 1171 升了4% 去回9.8 这个合理一点 这个合理一点 不是说它 业绩有什么好的地方 它都业绩倒退的 但是它是不是 值得昨天这样的跌势 就是前天的跌低 跌到9.2 有些这样 我觉得那是一个机遇 那不是买些 又不是买多 买些少 看今天的大市情况怎样 就是我看今天的升 开高 开高恒生指数 就是 是机率是高一点的 昨天我看会跌多一点 但是又不是跌得太多 指数 这种其实我可以卖掉的 就可以 连期获利 看看有什么机会 沉迷一些机会 机会是 随你自己去选择 股的 是不是 有人问我 为什么883 我卖了之后 现在都跌了一些 为什么又不买了 那没有 我 我不会 挖地为牢 那就是 我一定要买 这些是什么价位 不会的 就是我市根本不到你去计划 随时出现一些不知名的机会 例如 有时无端端又跌凸了 那些这样 那就是把握一下这些机会 碾降能源 我估计很大机率 走回去10元 这些股 就是在跌下来的时候 那个位置 9.8也很好的 因为大家都很明白 知道 煤炭 其实上一次第四季度 那些煤炭 已经开始赚得少一点的了 就是 陈华都太少了息的了 是知道的 但是问题是什么时候有转机呢 那这只股就显示第二季度 有点增长 我和大家分享了的第二季度 好了 这些油股又怎样 不是哦 现在看看 陈华派了股息入账 陈华有息收 陈华现在都是32个计 跟着这个171 跌了一些 都是机遇来的那些 1088 我只有5000股而已 派了1万元 另外 周大福 就有一份2700 入了账 它派息就少一点了 今年 另外一份是1400 我觉得是万松的股而已 那我会把这些钱投回去 只有几千元 股息又到账了 跟着 还有 深高速那些都是派了 好 讲开深高速 港新铁路 前一天跌了一些 昨天又升了一些 所以说这个位置就是 就是如果你想投资路桥 那样 就是 这一只都挺好的 这一只 现在在一个 华行区那里 草一下都挺好的 我想它派息会常态化的 525 深高速 是吧 穿了8元之后继续去一下 那样 广东路桥 就是 737就不动 回回一些 737 737都会派业绩的 会有中期式派的 这一只 但是没有这个深高速那么好的 这一只都 今年都挺好的 但是 比起回应相关的时候 就真的差了很远了 这一只 但是我猜它会有利息收 好 讲开收利息的 就是讲着 这些航运股 现在 新铁路桥 我看今天会上升一点 因为它的股息不错 它的股息 它派 7号2 都没update 这都没update 不过它 新闻公告就讲了 新闻公告 派息72先 72先是 好过上一期 好过同比 好一点 是这样的 稿息为道 向其他什么细节 你去研究它 我没那么多时间 我推测316 每份股息 好过上一期 好不好过前一期 很大疑问 所以我猜它派总额 大约4至5元 很大机率有的 所以316 股息就有着落了 316也升了 316 如果以105元 上次随正的 公运价 早前升到109元 差不多升了股息 我推测 如果它有什么惊喜 派劲派息 那我就没得好说 但是我觉得 现在这个价位 11元 我想宣布了之后 去一下这些位置 如果一会开市的时候 我猜如果海峰国际上升 它会带动这些股息 和1919都会上升 看看今晚收了市之后 看看这个316牌什么消息 我猜它的股息有4至5元 我猜保守的想法 上次不够2元 下一期不够2元 OK啦 你投资这个 看太平洋汉运分析少一点 因为它是带头牌 还有它的船是干散货船为主 但是我看它下一期的业绩会好一点 就是太平洋汉运分析 2343 就是有钱我就会收到股息 我就会投下那一只都挺好 因为它便宜点落后一点 还有我看它未来的股息会追发 昨天所有的内银股就跌 就是升完之后跌 个个都跌过几两个percent 特别有些农行 跌回到3.5元 那么它们的中期业绩就定细日子了 3988就29号 其他那三只就是30号 我想每一只的中期息 我想都是在那个时候宣布了 看看派一半 然后派不断倚 不断倚派 大份仍然保留在美期 我都不知道的 不清楚的 但起码平安银行就已经派了中期息了 等下吧 好不好买呀 我就觉得这样 有些人一直在买这些股 买买买买买买 买到有日期了 咦 终点接近了 他觉得都差不多了 那就买了 就是买些货 磨磨磨磨磨 有人就会第二阵 第三阵的人就去买 抬起股价 现在在炒业绩 我不要买 你都拿着这个 随正跌特的准则去买 中国银行如果是在3.5元上下 都仍然不贵的 我觉得不是不贵的 有什么情况之下 它会跌回多一点 就是中期息很小 仍然保持一个大的美期息 那它会跌 就是那个期待有些落差了 但是我觉得仍然有机会的 或者中资银行股 在现在到出业职这几天之间 中行 中行挺好的 12800也挺好的 12800跌得比较多一些 因为之前升得好的 是不是 跌了2.4% 去到3.5以下 这个就挺好的 就是这些去到3.5之下 就随正没有特张 就是随正平手指量 跌突那样 这些股再持有没有问题 经过了今年 大家都知道 以后就拿着这个8月尾 就是中期业绩发放 那如果你想买股 真的等于美期息 完了之后跌低 应该在7月中至7月尾 就开始买货 就是开始慢慢吵货 以免到到那么上下 跟别人擠逼 就是买货 当然是便宜些买好了 买错当然是想它升的 没买就想它跌 那样 好像买楼那样 好 中资银行股 就叫做什么 看机会 看机会 我认为中行和农行比较好 四只股一样的 不要花太多时间里面 去称每一只 情况就等于 好像我见到那些人 出去称一下这个 中资电讯股啊 称一下电讯啊 好还是不好啊 它有识派就有识派 派出 有得增长就 几只都有得增长的 就是中移动啊 中联通啊 中电讯都有得增长的 这些叫社会主义嘛 社会主义就是有计划的 就是国家是会计划你做什么 你去哪里做 你要达到什么目标 你行为的准则是怎样 这些是你读西方那些什么经济学啊 什么炒股 炒股证书啊 就是它是不懂得说这些的 因为都没有人去研究这些 但是如果我们炒了 就没说炒了 我们投资了在香港这个 股市投资了几十年 就知道这些东西嘛 花这么多精神 去计算一下这一只的 什么投资额有多少啊 它不是用投资额来计算的利润的嘛 就是不是好像中电那些那样嘛 不是计算利润管制 不是计算那些 它是一个叫做计划经济之后分配的工作 你照做好呢 你就会有个收入的保障的了 中电讯上挺好的啊 就是你觉得想要坤衡地 买这些股叫Exposure 那你可以选一下这些小一点的先 就是不是那么多钱 想入少少买这个电信股 那这只都OK的 所有的指标都不是贵的 详细报价 市盈率12倍 息率也有5、6厘这样的 5.49厘 5.49厘 都挺好的 不用慢慢砌 就是去研究它的细节的这些股 大致上整个板块都好 那就可以了 7、6、2都有得性了 就是大家一起这样 有时有先有时有后 但是整体上这个板块 都是有增长的今年 大股价在下跌的 跌百几点的 就是这个板块就升下了 9、4、1 中资银行股就下跌 就是看到终点 看到终点 那股股当然是收慢车的 开车也是 是吧 但是有些人又不知道 还没有啊 又害怕啊 是不是 又不想为国捐区啊 有些这样的嘛 就不去买的嘛 我看到 咦 接着会有消息出的了嘛 又说股 哪个银行好啊 哪个银行派息有能力 每个都有能力 你不要听一下高成在那里 用他的这些视野来看这些 这样的社会主义经济角度 他们不好的 基本上是不懂的 电信板块都可以继续的 比如说623那样跌下来 不是 623 那见到有10元以下的 那就是要买来等下期业绩 就是前一天升得很好的 不是 你看前一天就升了上去 升了保列口这样的款 现在又 国内的电信好了 那他又 就是那些钱可能就是游去下去那些 那些股 就是派了股息啊 收了股息啊 研究一下这些 就是关注一下这些 都挺好买的这些股 823 那有个朋友留言 他说既然 你买这么多股去做什么呢 有些股明是利息好一些的 你不就全部买了下去了 就是我不是这样的 我不是这样的投资要求嘛 我不是要所有钱 全部放在那些利息最好的那些嘛 就是有些人是会的 我不是的 我要一个有色派就行了 稳定 尽量稳定 长期的股息收入 我都分享了给你了 就是买一下神华 买一下周大福啊 这样 有时他都猜 有时这一百元就升一些 这一只又升一些 另一只又没那么升 或者迟一点不行 迟发育不行啊 可以这么说 那这个仓就平稳一些 不是利息一样是这么好的 不同了 所以每个人的投资就不一样的 就是不要将自己的想法 投射在别人那里 如果不然你就很疑惑了 变了 咦 你用什么方法 就是看看别人用什么方法 就是都没有的 要股市 就是要估计 在未来的走势 个个都是差不多这样的 有成功有失败的 主要你是增上一个高一点的成功率 例如我买阿里 那我觉得75元就太低了 我买一些 那我见到这个1171 给澳大利亚牵连了 我看回计算数 不应该 这个缺点不应该跌那么多 那我就买一些 那样 表会是这样的 尋力机会 这些就很难教的 一个人自己内心里面 就是做开东西 看开个股市 它是用归纳法去做的 以前发生过 之前发生过 类似的事件 举例如京东 我觉得以前 不必大老板卖股 有些都卖了才告诉你 就不是现在挂牌去卖 那么怕来做什么 所以它修复得会比较快 京东 很难有人拿着你的手去 帮你投资的 如果做经理级的 那些基金经理级的 你给钱我 我和你玩 可以这样做的 但是我不需要这样 每天讲一点心得 我的能力只是做到这样 香港电信 想想一下 如果看到它跌市 或者跌低过10元 那你就买一点点 52周是升股来的 挺好的 路桥也说了 广东山那两周一起升 跌路和港芯高速都升 石油又怎样 油价又升了1元 就是有得升 我那些油股今天会 如果有个升市来说 会做得好过昨天 8.57 3.86 都是可以关注的 8.83都可以关注的 但是我觉得 击钱的机会 暂时都是 386 8.57 8.83 那样排列 我因为没有 所以买了这些 它今天怎样 4.96 那只就是没有升 没有这个117 一升得那么好 就是我那天跌那天买的 8.57又是站在那里没有移动 就是 我想今天这一堆股会好 可以 试下 但没开市的时候 就用这个6.7.7 那样吊下雨 就是低四格 那样吊下这些 中石油 买到就开心 买不到就算了 就是没什么问题的 我相信自己 在看这个频道里面 那些人的朋友 都是 钱 也不是大问题的 就是 有一时间的挫折 就不用那么介怀的 不用那么介怀 你看117 你就知道了 买一天之间你很紧张 但是你分析了之后 你觉得它的缺点 不应该跌那么多 那你就投下它 不用问人的 有时候这些 不用问人的 就是你归纽回 现在开支一路一路 一路买股 一路看市 一路看这些资料 你慢慢的归纽了 一些心法出来 每一个缺点 都有个价钱的 就举例京东 它有个缺点 叫做有大股东在那里减持 但是它值多少钱呢 不买都买了 你怕来干什么呢 意思就是这样 我游股 我今天可以 可以现在挂个低一点的 教探买不买到 我看它今天的走势 会比较好一些 比昨天好一些 好了 说回一些 保持派息的地产股 包括这个英军 和这个12号 行基地产呢 就是这样说 它份中期股息 派回5毛钱 和以往几年 都是这样 不用看细节的了 个个地产股 都是面对这个问题 卖楼又便宜了 租又少了 股价又低了 股价低23亿的 这只股价被人股价 负二十几亿的 那就是资料 领展股价是负73亿的 你想想 这个元素 什么时候都在地产股里出现的了 它是暂时 宣布了业绩 之后 那个派息是保持的 我之前都说这间公司 它是很努力地保持的 美其保不保得到 不知道 暂时来说 5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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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 这么多年都是 中期息5毛 派息没有变 赚钱 当然少了 是不是 就是需要 去怎样称它 看都看到的 那如果它跌呢 这些是 我认为是好作风的 如果那些人不接受它 就是说 好像一七一那样 哇 赚少了 就是有些不合理的跌幅 就是这只股是好买的 我估计它不会跌很多 但是你知道有些机械人的嘛 这个世界 机械人有些程式 一scan它 就是认你跌了40% 就卖股的嘛 机械人帮它卖股的嘛 有些是这样的嘛 就是遇到这样是你的 就是叫做你有做法 你机遇 就是你 撞到一个蠢一点的机械人 就是你有时间 就是有可能有 在这个 这么凶险的股市里面 你不时找到吃 就是这样 就是有时候这些 这样的电脑程式在这 就是它未必一定这么聪明 设计它那些程序 那些大佬呢 也都未必一定这么聪明 那这些股呢 跌是可以卖的 就是跌到你觉得 哇 这都搞错了 那派息很迟哦 你想怎样啊 看一下它现在 它现在是 8厘等同 就是高过这个 农行、工行的 这些 存机、地产 那当然有人 一直都不说 不要买这些股 这些股不够 经济不够 经济不够 经济三次头 不过不是依赖炒楼而已 它的意思就是这样 就无需要 这么过分去 分析这些经济数字的 香港 经济还经济 股市还股市嘛 最重要是你拿到什么股 如果拿了之后 给什么回报你 这只股又保持派息这个因素 回报你 那只英军 昨天就升了个几 它又一样了 它派息保持 不过盈利就倒退一些 不用再分析它的盈利 它的盈利就是卖楼 它有个楼盘的 卖楼的收入又不是那么理想 上一届有些 保就业保贴的那些入数 它又没有 一次性 省回成本的 那里都有成几亿的 一亿多 又没有了 所以它的业绩倒退 但是派息保持 先更新了 网站我还更新了 2024年的8月 是派0.37 它这次也是派0.37 我睡觉之前才看 要不要这么晚的业绩呢 有什么好处呢 先派37先 看看日子 8月22号 盈利跌了 派息保持 这个模式就是在英军和12号 看到了 其他的盈利减少 派息减少的就是 长实1113 还有恒龙那只股 王托 也有得升 跌士来说 冠军宣布了 他又宣布派息 派少一些 赚少了 派少一些 这就是其一 冠军也有得升 阳光跟着他 一起走 他又升一些 那是否能归立到呢 就是那些铺位 有什么铺是比较好一些的呢 我看回这个 778 它是 麗港城那些是好一些的 就是 就黏住那些 大型屋苑里面的商场是好一些的 你自己 自行的一间 譬如 好像 柳豪坊那些那样 就是 专做商场 那 零零射射凸凸出来一间 那人跟着那些大型屋苑 或者很多人住那些 那就差一点 那些铺位差一点 那现在 今年的地产形势都 八八九九了 出了 立马出了业绩 太古地产都很努力保持派息的 就是 太古是其中一只 都不错了 另外减派息就 洪光那些 恒隆那些 我估估新铅都是减派息的 保持派息就是英冠 41号 和这个 12号 恒基地产 这一两天市况不是那么好 保险股暂时就暂停了一点 但是我觉得保险股 这一轮 就是遇到跌市 或者股价 不是那么快 跌多少 就是 好适而投资的 例如2628这些 它是一个横行区那里做 就快收股息落袋的 就是 看它尾期 就是我们现在看它尾期 而且这一类股票那个 股价就是 那个定价 市场的价格 是偏低的 就是我是这样看 国寿 财险这一轮好买了 因为 9.8 去到 过8流9 跌了2% 这些股是 适而投资 有些机会来的 这些 平保 跌了1% 34元 这个就来有发放 你看看 今天公布业绩 看看它怎么样 我猜 我猜 有少少增长 这些 它有指标作用 你研究一下它 我认为内险股是可以投资的 1288反而 1299 不是1288 有邦 跌1% 有邦在美国是有交投的话 51.59 就是没什么起跌 都是关注一些内险 好过这些1299 这些 汇控怎样 汇控在外围 67.316 1元的正向水位 昨天就负半元 今天就剩1元 我猜汇丰今天会有些支持 连带它起的时候 连带恒生 中文香港 都会做好一点 长江基建 多少个 继续在做 Yahoo Finance 交投相当疏落 几千股 一万几千股这样的局势 Wallium是4万5千股 就是比第一天好一点 但是香港的1% 跌了13% 便市跌了2% 我想这个指标 起不了什么作用呢 迟少少有空 才和我们分享一下 以前香港上市 回归之前 走老去了新加坡上市 那些 智地 宜博 那些都是5年低位 哎 不好意思 今天我就看过 市会开高些数字 因为恒指高水 三个数字 还有中概股 金龙指数 全部都是提升的 关注什么股 我认为那些油股 会做得比较好 对不对 因为昨天做得不好 而且油价升了1元 汇峰 汇峰挺好的 汇峰会带起恒生中仁香港 就是汇峰恒生中仁香港 三只电信股都可以投资 现在这个价位不贵 不需要称得这么细致的 不用说这只好过这只 定点数后 怎怎怎怎 这只好过这只 不是的 因为你是在说 这个社会主义之下的大公司 那个计价是看板块的 就是计算机会 赚钱机会是看板块的 大家中央是会分派好任务 给那家大公司去做的 这些是书没有讲的 就是在这个股市里面浸淫久一点 你才能归纳到这些方法 京东调个低价 看看会不会给你赚到钱 中资银行股就是中行农行 本地地产股就看两只 看12号和41号 这两只都保持派息 如果那些机器人不喜欢它 就是股低了几个percent 那些是机遇来的 那些很快就收复了 看情况了 今天先讲到这里